3月20日 在投保的方面 製作單位非常的用心 投保了一億元 所以好險用不到那些錢 謝謝 擁有過人唱功和傲人武功的 杜德偉轉戰擔任選秀節目評審 當年一曲脫調 不論是悅兒的音樂 還是展露好身材的封面 都引起粉絲的熱烈追捧 事隔多年 杜德偉武功也備贊達到脫調境界 更因好身材而被封人於尾 要達到能夠脫調的境界 說實在的只有一個人能做得到 要練 而且不是說脫掉 你就真的是很厲害了 真的 要像杜德偉杜大哥這樣子 要歷練過 在舞台上要展現出那種魅力 他以前綽號叫人與尾 我跟妳講